5月30号,神舟16号发射成功,再次创造诸多历史 首先,它第一次搭载了载核专家 其次,神舟16号延续了中国空间站之前的壮举 保持了空间站项目百分百发射成功率的历史 尤其是在成功率上,堪穿世界航天史上的奇迹 做到了连美苏都没做到的事情 要知道,从1999年的神舟1号开始 中国空间站三步走战略已经进行了29次发射任务 没有任何一次失败 这在世界航天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 中国航天是怎么做到的呢 答案就是,独特的航天标准体系 由于航天工程实在太复杂了 所以每一个航天大国的背后 都有一套非常严谨的航天标准 中国航天也不例外 而且,我们的航天标准 已经得到了全世界航天科学家的认可 比如,归零双五条 它的全称叫 航天系统问题解决的闭环管理 它是一种质量控制方法 适用整个航天的科研,生产和故障排除等环节 2015年时,归零双五条就被国际标准化组织列为ISO标准 而且是全票通过 当时审批的大部分专家都是发达国家 他们被我们双五条的严谨深深震撼 不仅一直认同这项标准 还直接免掉了最终的审核环节 就连一直对中国航天不感冒的美国也没有反对 而是积极地借鉴这个标准 这套航天标准究竟有多么严格呢 我举个例子,大家知道了 长征五号被称为十万人磨一剑 其实背后是有历史故事的 2017年7月,胖五在第二次发射时出现了事故 于是他就在归零标准下 进行了一场马拉松式的故障排除 中国航天集合了大量的科研人员进行故障排除 整个归零过程整整持续了900多天 出动了10万人才归零成功 在归零成功的那一刻 很多科研人员用崩溃这个词来形容当时的心情 因此,胖五才会被称为十万人磨一剑 意思就是无数人倾注的血液 可见,质量归零双五条到底有多么严格 也正是因为如此 中国质量归零双五条得到了全世界航天科学家的认可 并且将它推广到航天工业、核工业、兵工厂 甚至民用高科技领域 那么问题来了 如此优秀的航天标准 中国到底是如何打造的呢 大家好,我是熊猫 本期咱们就来说说中国航天标准 以及它背后值得每个中国人铭记的故事 视频保证硬核 喜欢的话点赞关注下哦 视频制作不易 拜谢啦 再说中国标准之前 先说下为啥我们要搞这么严格的航天标准 其实这背后都是有惨痛教训的 在空间站项目上 事故发生的频率并不少 甚至很多优秀的航天员都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以前苏联为例 他们是第一个把人类送入太空的国家 但是在联盟一号进行登月模拟实验时 就不幸发生了事故 造成了宇航员科马洛夫的牺牲 在联盟十一号任务中也发生了严重的事故 造成了三名宇航员的牺牲 美国也是如此 在阿波罗登月计划时 阿波罗一号飞船发生了起火事故 造成了三名宇航员的牺牲 在国际空间站的任务中更加悲惨 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和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 均出现了重大事故 总共造成了14名宇航员的牺牲 其中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事故 还是历史上首次被全球直播的载人航空事故 在中目睽睽之下发生了大爆炸 机上的七名宇航员无一幸免 直接终结了美国航天飞机的项目 如果算上其他的航天事故 你会发现在航天历史上 美苏的航天事故率远远高于中国 中国则不一样 不仅在载人航天工程上没有一次事故 在其他的航天项目里 发生的事故频率也比较少 而且随着中国航天的发展 航天工程的成功率反而越来越高 2022年时 中国总共进行了64次火箭发射 包括天空空间站的问天号和梦天号 神舟14号和神舟15号等等重大项目 成功率达到了恐怖的96.88% 其中 长征系列火箭共发射了53次 取得了百分百成功的傲人成绩 说实话 现在大部分国人的眼界都被养雕了 很多人对中国航天有一种盲目的自信 打心眼里认为 它一定能够成功 本猫也是如此 我在做中国航天科普视频时 都是提前把视频准备好 第一时间就发出来 整个过程信心满满 因为我知道它一定会成功 但是我在做美国NASA和SpaceX的航天项目时 总要再备份一个视频 因为我下意识地觉得 它们会延期或者失败的概率比较大 有收查资料 经常会看到有人说 中国航天的成功率高 是因为走在了美苏身后 占了后来者的福利 如果你真的这么想 我只能说太天真了 我们小学都学过 一颗螺丝都有可能让火箭发射任务失败的案例 在航天史上 大部分事故都不是技术问题 而是细节的小问题 比如美国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事故 就是因为右侧火箭助推器上的一个 小小的O型橡胶密封圈失效 才导致飞行器爆炸的 还有现在的美国新舰炸毁 日本、印度以及欧盟的航天任务 这些年发射失败的也不少 这里大部分都是因为某些局部的小问题 引发了整个项目的失败 因此中国航天科学院士叶培健 曾用磕磕螺丝钉连着航天事业 小小细节决定任务成败 来形容航天事业 说的也是螺丝钉就可以决定 航天成败的事情 所以中国质量归零双五条的严谨和有效 才会成为航天人津津乐道的事情 甚至有中国航天业内人士调侃 没有经过归零的折磨 就不是一个完整的航天人 可见中国航天的标准 已经深入到整个航天人的血液里 中国打造的这个标准体系 整整用了50年 历经了几代人的呕心沥血 这件事还要从中国航天事业刚成立的那一刻说起 1956年 钱学森向国家提出建立中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 由此成立了中国航空工业委员会 拉开了中国航空和航天的序幕 不过在刚开始的时候 中国主要是以国防需求为主 航天和航空事业还是一片空白 钱学森利用自己研究的工程控制论 帮助中国引进了先进的工程体系 为航天系统工程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中国航天的基础实在太差了 对于工程质量控制很难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准 因此在1962年时 东风2号导弹就遭遇到了首飞势力 钱学森认识到 航空航天事业想要顺利发展 就得弥补这些不足 因此他根据中国的发展情况 又提出了中国导弹的研制八大阶段 和预先研究等概念 完善了中国航天的完整系统学 其中质量管理就是重中之重 同年 钱学森在704所成立了专家组 专门对质量 可靠性 精度等项目展开了研究 这个专家组很快就成为 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重要部分 因此又经过数次扩张 单独组建了一个可靠性 与质量控制研究所 705所 这也是全国第一个航天领域 有关质量 可靠性的专门研究所 凭借着705所 中国航天项目开始得到质的飞跃 1970年 中国首科人造卫星 东方红1号成功发射 意味着中国航天事业正式开始起航 在这之后 中国航空航天系统在原有质检部门的基础上 普遍增设了独立的质量管理部门 但问题是 各个部门都还是各自为战 没有一套完整有效的航空航天标准 只能凭借经验摸索 效率非常低 尤其是运石项目 出现了大量的质量问题 材料 发动机 操纵系统 结构件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质量缺陷 有些是本身技术不够 也有一些是生产质量达不到标准 因此 运石迟迟无法攻克 最终因为资金链被拖垮 被迫终止了项目 运石项目的失败 是中国航空史上的一次巨大损失 让中国很久都不敢自研飞机项目 有很多人才被迫出国谋生 上世纪80年代 中国已经改革开放 国防工业不再与军品为主 而是转为军品优先 要军民结合 以民养军 这意味着中国航空航天部门的补贴开始下降了 他们只能自食其力 开拓民用市场 1986年 航空航天部决定向外引进民用飞机项目 开拓国内市场 其中 美国卖道公司的诚意最好 因此 我们与卖道公司合作 在中国上海飞机制造厂 生产了一批MD-82飞机 这是中国第一次接触到 国外航空航天先进企业的技术标准 因此 中国航空航天部非常珍惜这一次机会 拼命地学习和吸收 1990年7月 航空航天部在上海召开了 卖道量管理学习和经验交流会 交流会上首次提出了技术归零概念 这个归零源于卖道的生产经验 有TO FO以及AO三个部分 TO对应的是生产之前的准备阶段 FO对应的是生产过程 AO对应的是生产之后 意思也很简单 就是将整个产品分为三个环节 每个环节都要求不带一丝问题生产 才能进入下一个阶段 这样可以尽早发现问题 如果有问题出现 也方便分阶段找到源头 如此一来 生产就形成了一个闭环 在这套科学的标准要求下 上海飞机场的生产效率 得到了飞跃式的提升 他们总计组装生产了 30架MD-82飞机 组装和试飞合格率 均达到了100% 美国专家都感到很惊讶 他们在核实之后感叹 中国组装MD-82的质量 不输给美国 为此他们还举了个例子 MD-82的机翼上有几万个锚钉 标准要求是 每个锚钉孔 都必须是用一个个角到角 节误差不得超过几分之一头发丝 然后再用螺栓固定后 再一个个涂上蜜蜂胶 这样才能保证 机翼内部的油箱 不发生漏油问题 而在中国组装的 MD-82飞机油箱的 蜜蜂实验中 每一架飞机都没有出现漏油问题 反而是美国长汤飞机 生产线生产的MD-82飞机 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漏油或渗油 所以通过MD-82项目 我们认识到 并不是我们的制造技术相差太大 而是技术标准的差距 因此才有了上海的 麦道经验总结大会 航空航天部 所属的14个月的主要领导 都参加了会议 因为字母欧和零很像 所以为了方便交流 大家用归零来称呼 然后这个叫法就流传了下来 当时中国航天 也在往民营方向转型 一直在引进先进的管理标准 但是受到美国的封锁 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引进的渠道 归零的出现 让中国航天人看到了希望 1991年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对长征三号运载火箭 开展了总装过程 归零管理的探索性试点工作 质量管控提升很大 这项技术开始在航天领域 大量被应用 形成了第一版归零标准 不过飞机制造与航天制造 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区别 很多经验并不能通用 首版归零标准 在航天领域推广时 出现了许多不适应的症状 1992年3月22日 长征二号捆绑式运载火箭 发射澳大利亚B1卫星失利 刚刚起步的中国商业航天 就遭遇到重大挫折 痛定思痛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在出版归零标准的基础上 提出了举一反三 采取针对性措施 即分阶段实施归零等改进措施 将归零标准扩大到四个阶段 按照论证 方案 出样 试样 实施质量问题归零管理 中国航天一边在为问题火箭溯源 一边完善归零标准 并将它用在了长征二号饼火箭的 研制质量管理要求中 逐渐形成了中国航天自己的质量标准 1995年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印发了质量问题归零要求 第一次在航天领域 明确提出了质量归零的要求 同年8月 原航天工业总公司发布了 质量问题归零的管理办法 对质量归零的措施 进行了具体的阐述 这些管理办法也是归零五条的最初模型 我们前面也说过了 航天事业技术问题 其实并不是最主要的 关键在于细节 而细节漏洞 果不其然 在质量归零标准下 中国航天还是出现了问题 1996年 新研制的长征三号乙型火箭 首发国际通行卫星708就发生了事故 火箭在起飞后 22秒发生触地爆炸 新舰聚毁 1996年 长征三号火箭发射中心7号通行卫星 三级发动机二次点火发生故障 卫星未能进入预定轨道 一年内的两次发射失败 对中国航天的信誉 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影响 而这两次事故 都是因为细节疏忽造成的损失 国外媒体大肆报道 对中国航天进行抹黑 在他们的干预下 国外一些卫星用户 纷纷提出终止发射合同 国际保险界提出 要提高长征火箭的保险率 和种种苛刻的条件 中国火箭的国际商业发射服务业务 陷入低谷 在这样严峻的局势下 1996年 中国航天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 归零标准 要求定位准确 激励清楚 问题复现 措施有效 局一反三 杜绝重复故障发生 这五条标准将技术规范化 制度化 所以也被称作技术五条 1997年 中国航天在技术五条的基础上 又推出了管理五条 分别是 过程清楚 责任明确 措施落实 严肃处理 完善规章 至此 中国形成了航天质量管理体系的技术 管理归零双五条的完整体系 任何人都不得违背这些标准体系 否则将直接受到严厉的处分 在1996年至1997年 就有数百人因在质量上犯规而受到处罚 其中还有很多名是长索机的领导 终于在这种严格的要求下 中国航天开始起飞 1997年5月 长三甲火箭成功发射 新一代通信卫星 东方红3号 6月 长三火箭成功发射 我国首颗高贵气箱卫星 风云2号 8月 长三以火箭将美国 为菲律宾研制的 马布海通信卫星 送入预定轨道 复飞圆满成功 在之后的几年里 长征系列火箭取得了连续75次 发射无事故的奇迹般成就 2002年8月 航天科技集团正式将 归零双五条列为管理标准 2012年 中国航天标准化与产品保证研究院 向国际标准化组织提交提案 希望将中国航天的 双归零质量管理标准 变成一项通信世界的国际标准 2015年 ISO秘书处随即决定 跳过FDIS终审阶段 直接进行出版 同年11月 中国双归零五条 航天质量标准发布没多久 双归零五条就迎来了一次重大考验 2017年7月2号 我国新研制的下一代大推力火箭 长征5号摇二火箭 搭载着实践18号卫星 在海南文昌发射 结果在发射后346秒时 火箭发动机出现提前熄火的故障 火箭随机偏离轨道 坠入到太平洋中 发射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没有残骸 中国连问题在哪里都不知道 因为长武的故障问题一直无法找出来 很快 全网都充斥着对中国航天的批判 有国内网友评论说 中国航天享受了太多的光环 开始变得浮躁了 国外媒体也在炒作 说中国航天神奇不在 处处找茬 甚至隔一段时间就暗讽 中国长武火箭项目注定失败 其实类似的事情 中国航天见多了 美国等发达国家 整天盯着我们的航天事业 一旦发现我们哪里做的不好 哪怕只是一点点 他们就咬了过来 让我们的航天人格外难受 但也正是因为有美国这个对手 整天给我们找茬 让我们不断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 提醒着我们要不断前进 在长武的故障溯源上也是如此 中国展开了航天史上 规模最大的归零行动 没有残骸 我们就将整个火箭的研制流程 整理成故障书状图 利用故障书法从上到下 逐层逐步排除 几乎将整个工程都翻了一遍 最终确定了50多个 可能造成推力下降的隐患 然后将这些隐患再次归零 注意排查 没想到的是 这次排查的问题 是一个接着一个出现 归零工作是一次又一次重现 甚至有两次都已经确认可以发射了 但还是在归零要求下重新排查 在最紧张的时刻 长武归零工作临时增设了第一总指挥 在中国航天史上 只有巨大工程 或者任务面临巨大挑战时 才会增设这种岗位 最终 整个归零过程整整持续了900多天 出动了10万人 累计15000余秒关键技术试验 才归零成功 2019年 胖武再次王者归来 很多窒息内情的国人都流下了眼泪 胖武不仅仅是一颗火箭 更是一次对中国航天的巨大考验 但也是这一次涅槃重生 再次让中国航天标准完成了进化 中国航天也迎来了大爆发 2020年6月 北斗导航卫星第55颗发射成功 宣布阻网成功 中国打破了GPS数十年来的垄断 2020年7月 天问1号发射成功 中国一次性完成了绕和落的步骤 成功登陆火星 创造了航天史上的奇迹 2022年11月 嫦娥5号成功登月 并且取回岳阳 让美国NASA局长后置脸皮求赞颂 2021年4月 天和核心舱成功发射 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 拥有自己空间站的国家 而属于我们的奇迹还在继续 其实我一直相信那句话 越努力越幸运 你所做的一切都将在未来得到最好的回报 而中国航天人的努力 带来的成果还将继续开放 中国航天的未来也注定是新城大海 好了我是熊猫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